大家好,我是美国疾医Dr.Pat 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人因为文明病 3C的使用,久坐,要少在运动的话 那会造成30岁的脊椎可能已经长得像50岁 脊椎非常重要,因为脊椎保护着我们身体最重要的神经系统 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控制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 第一大类是跟我们现在,久坐3C用品使用太多 会造成我们产生上下交叉症后的群 第二个原因主要是跟我们现在的运动习惯跟伸展习惯缺乏 第三个其实是跟我们的体态 所以当你的体重过重,或者是你的姿势没有维持好的话 脊椎也会产生特定的压力 第四点,当我们的年纪越大的时候 身体的骨质会流失,锥肩盘的空间也会狭窄 那我们的神经传导异常之后就会造成很多的不舒服 要如何去保养我们自己的脊椎 第一个其实是保持挺拔的姿势 第二个其实是多运动跟伸展 再来其实是跟喝水有关 最后一个运动伸展其实非常重要 但是建议可以选择一个设计精巧的符具帮助到你 好,现在就要大家使用灰叶瑜伽按摩垫 第一个身体的摆位 那脖子的下方要放在第一颗气压垫的正中间 第二个是选择你要的伸展姿势 手往后上抓 然后两只脚内巴脚趾头抬高 这个是运动员或者你脊椎想要让它拉更有效的部分 现在它开始会用气压式的方式往上延伸 那气压式的方法其实蛮好 是对你脊椎不会产生不舒适的感觉 它现在开始从颈椎的下方这边开始做延伸 那这个地方会帮助到你减少颈椎的压力 不会下降不舒适的感觉 再来它中间第二个气压会打在你肩胛骨的下方 也就是胸椎这边 那往上延伸的时候 其实你的胸腔会被打开 第三个气压其实是在你的腰椎正下方这边打 那这样上去的时候 会帮你的腹腔这边的压力给舒缓 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其实肠道蠕动反会变好 第四颗气压会打在你的坐骨的位置 很多臀部很紧久坐的人 其实借由这个方式去伸展的话 你臀部的肌肉会比较放松 享受一下 可能可以让它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你脊椎会找到非常非常好的弹性 那我本身希望将美国脊骨神经医学的专业 带回台湾 帮民众找回健康的脊椎 每天使用15到30分钟 你的脊椎就会慢慢的弹性越来越好 脊椎保健人人需要 灰液的瑜伽按摩店 会帮助到你找回脊椎应该有的弹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